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西贡的西湾路 2016年在5月的时间有一场暴雨 这个地区有30几40个沙泥傾瀉发生了 而我身后面的一个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沙泥傾瀉 它的崩塌的体积有2100个立方米 它的深度有12米 这类型的深长抹波在香港是很少见的 当时我们做一个沙泥傾瀉的调查的时候 过程中都面对很多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你看到 这个沙泥傾瀉的现场其实的斜度都很高 很糾纏的 我们即时如果派员上去勘察 其实是很危险和很困难 但我们又需要去掌握到第一手的资料 因为现场的环境 现场的证据 好像一些水纹的状况是会随着时间消失了 地貌和地形都会随着时间去改变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 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无人机 飞上去去勘察邪波的情况 拍了一些高空的照片 拼砌一个立体的数码地形模型 对我们研究山泥傾瀉的成因和过程 是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个挑战就是当雨势停了之后 其实我们都需要派员上去崩塌的位置 让人勘察 幸好当时我们找到文庞帮忙 有他们的协助之下 找了一条山路很崎嶇地上去山泥傾瀉的地方 因为当时正值是夏天和雨季 其实在这个环境下 要我们去做一个勘察和攀山涉水 对体能是一大挑战 香港平均每年有300宗山泥傾瀉 所以土力工程署在20多年前 因为官农流的严重山泥傾瀉事故之后 又成立了山泥傾瀉的勘察组 主要是进行有系统的山泥傾瀉研究 找出山泥傾瀉的成因 香港的山泥傾瀉大多都是因为暴雨所引发的 但是成因是五花八门 最常见是邪波太斜 或者地质较弱 或者邪波受到较高的地下水位影响 也试过一次最后发现和野猪活动有关 其实都要细心去观察现场留下的证据 冷静去分析 透过了解山泥傾瀉的成因 我们会提出在系统上 或者工程技术方面一些改善的建议 目标是避免同类型的山泥傾瀉再发生 就好像当年山泥傾瀉的勘察组 分析了千多个山泥傾瀉的数据之后 得出了泥钉去巩固邪波 比起旧的邪波巩固技术更可靠 更有效去减低山泥傾瀉的风险 当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时 或大雨期间市民应该提高警告 远离邪波耳察安全